他被称作中国最黑的地方 提到他90%的人想到的不是煤就是醋 不是黑就是酸 但毫不夸张地说 我们能够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离不开他的默默复出 可以说全国一半以上的电灯都是他点亮的 他就是中国煤炭大省山西 虽然山西把浑州的环境留给了自己 却把能源送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照亮了大半的中国 山西的煤层虽然很厚 但是比它更厚的是山西的文化 都说三千年历史看陕西 五千年历史看山西 四千多年前史前三圣 瑶顺宇都在山西建都 开启了华夏文明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有山西的五台山 中国四大石窟有山西的云钢石窟 中国四大名楼有山西的冠阙楼 中国四大古城有山西的平遥古城 中国四大名酒有一个叫山西焚酒 中国五月名山有一个叫山西横山 世界三大奇踏有一个叫山西的硬线木踏 我们的母亲河从高山流上大海 唯独把魂流到了山西 那就是山西的虎口瀑布 山西可以说是人才辈出 四大美女中的貂蝉杨玉环是山西人 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也是山西人 而且现在的山西一点都不弱 从高铁到航天都离不开山西力量 山西虽然GDP很落后 但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山西人的无私奉献 1990年亚运会山西全省2700万人 其中就有1000万人参加了捐款 人均收入全国垫底的山西 但捐款的时候总数却占到了全国第一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以后 山西各界民众捐款超过1.5亿 总捐款还是全国第一 山西给全国人民默默付出了几十年 却只想着付出不求回报 山西5000年的文明惊艳了华夏 震惊了世界 这样的山西您就说牛不牛吧 让我们一起为山西点赞